高雄市長陳其邁在28日前往出席 岡山運動中心動土典禮 陳其邁提到 以兩年拼四年的行動力 希望在最短時間內 讓更多市民享有更優質的運動空間 而這次岡山運動中心的動土 預計2024年完工 也將全面滿足岡山地區民眾運動需求 我開工選力 我們兩年拼四年 希望說能夠廣設運動中心 就全力的衝刺 希望說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能夠把運動中心原來規劃10座 後來也根據地區的需求 增加到13座 希望說兩年拼四年 讓運動中心能夠如期的 在最短的時間能夠增加 陳其邁也提到 因應岡山地區 未來會有更多產業人口的移路 岡山運動中心也就顯示出 它的重要性 中心未來的體健設施 將可滿足不同年齡層的運動需求 所以也會加緊來完成 運動中心其實對於促進健康 讓民眾能夠享有更舒服的 運動的環境非常重要 因為高雄的天氣非常的熱 所以我想不僅在 在岡山地區尤其是北高雄的 這個未來也會有很多的產業的人口移入 那不同年齡都會有不同的運動的需求 所以在這裡除了說有游泳池 攀岩健身中心 瑜伽教室等等 再來可以全面滿足在 岡山市民朋友 對於運動的一些相關的需求 岡山運動中心的建設總金費為2.5億元 結合有文化、運動及商業三大元素 所在地點距離捷運南岡山站 不到5分鐘路程 交通的便利 也可望為當地帶來新的運動休閒模式